就在吉兰丹州议会打头炮 悬空能吉里州议席之后 雪州国盟也已经将通知书 交给了雪州议会议长刘永山 要求悬空巴生海峡州议席 雪州国盟主席兼雪州在野党领袖 拿多斯里阿兹敏阿里指出 他今天已经根据1959年 雪州宪法特定条文 提交议席悬空通知书给议长 阿兹敏重申巴生海峡 州议员阿都拉西已经丧失了土团党籍 所以这个选区必须重选 他指出根据州宪法条文 议长在收到通知信之后 必须确认相关议席是否悬空 并在21天内告知选委会 以让路安排补选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